兩個字幕 一開始就是 DJHeif ZNR C 他要開場 然後他用他喜歡的貝斯音樂 然後穿插一些 可能一些奇異古怪的聲音 放在貝斯的音樂裡面 那後面的話就是DJ S 他是從高雄3G這個團體來的 那我的部分我還會穿搭一個Keyball的部分 在某一些曲目上 他會加進來一起跟我表演 那接下來就是DJ Code 特別厲害的一些東方元素 然後加在西方的電子音樂裡面 他有一個Live的Band的團體 叫做April Raid 然後是跟一個女主唱哨師 他可能會有合成器啊 然後會有一些PAD 然後搭配女生主唱 那最後用一個雙人組合的方式去呈現 有點像是引路人的概念 用音樂把我們的那個主要的那個審判官 瑪莉安就那個J君 他會有定點的時間他會出來 那我們期待的就是他跟下面的 跟他有一個呼應有一個互動 那我們這次主事決就是一個判官的角色 那我們主要是請李俊陽 俊陽老師 他會畫廟裡的壁畫 那他也會做多媒體跟複合的材料 去做做藝術的塗裝 那這一次的主事決 有點像是那個皮影戲的概念一樣 然後帶有我們這一次的VJ徐莫 然後把這些線條轉換成 這是投影的主事決 然後一些聲光效果 投影在那個南門城的城牆上面 我自己還蠻期待 應該會蠻讚的 每個音樂他就是會帶給每一個人是不同的感受 對 那每一個時期的音樂也會帶帶你到入你那個時期的回憶 那你可以裝扮成你要的靈魂 那這個靈魂它是沒有性別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用特別的 音域的或是很沉的或是黑暗的 然後把這個然後結合電子音樂 然後你完全接受這個電的召喚 那你可以感受到音樂的震撼 你可以去做你自己 2022年台南藝術節11月12號在府城大南門城 一起加入我們電影聯絡店的派對